都知道这个洪水一来呢老鼠就会搬家 最近呢洞庭湖水位是持续上涨 所以湖区的大量田鼠也是纷纷的迁往易阳和岳阳等地 而这对周边22个县市区的近800万亩稻田呢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所以目前当地正展开一场人鼠大战 这里是位于洞庭湖畔的湖南易阳市大通湖区 当地群众说老鼠不是在堤坝上打洞就是啃食庄稼 所到之处破坏严重 这几天他们每天和老鼠做斗争 一磅打去能打死两三只 一铲子拍下来能砸死七八只 有的人干脆用平时捕鱼的超网捉起了老鼠 一网就能网住几公斤 当地一项统计数据显示 短短20天全区就捕杀了90多吨老鼠 大约有200多万只 目前大通湖区的大堤边已修补了近十处被田鼠毁坏的入院通道 配置了六千多公斤药耳严低投放 有200多人在日夜防守田鼠 预计在一周时间内 这些田鼠可得到有效控制 据了解 从1985年到2005年的20年时间里 洞庭湖区曾爆发过五次较大的鼠灾 热点话题 精彩现场 真情故事 趣事一文 说说你我身边是 周一到周六 每晚六点二十 新闻社区 为您生活 天资味